贝吉塔终于超越了悟空 布马竟然背叛了贝吉塔 大家好 我是这壮 贝吉塔领悟完美形态 他右脚一踏 带着呼啸进风冲向悟空 悟空身形一跃 一脚踢向悟吉塔的拳头 两者相处 顿时气浪细卷 悟空再度发力 悟空直接被他的权力震的倒飞出去 不待悟空落地 悟空只见胸口蓝光闪现 他还没反应过来 便觉得胸口一痛 他的身子如流星般被砸飞出去 悟空又要乘乘追击 悟空心念一动 数十个次元空间出现在他周身附近 将他全身围住 现在贝吉塔的速度太快了 他无法依怕他的攻击方位 只能360度无死角的防御 一阵阵破空声传入悟空的耳中 他虽然看不见贝吉塔的身影 却也知道他在不断地进攻 没一会儿 破空声消失 贝吉塔再次出现在悟空的眼前 他夸大悟空真是了不起 竟然连空间之力都学会了 只可惜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所有的技巧都毫无意义 如果他现在释放的能量 无法砌碎悟空的次元空间 那他就把力量提升十倍 一百倍 他带我看看 悟空的次元空间能维持多久 谁叫贝吉塔力量的不断提升 悟空甚至已经来不及 修复次元空间的裂纹 最终 所有的次元空间完全破碎 悟空完全暴露在贝吉塔面前 接下来 贝吉塔的拳头不断地落在悟空身上 悟空的嚎叫声 不断地传入拳王和大石关的耳中 若不是悟空有奇迹之力 可以不断地恢复伤势 在贝吉塔如此沉重而迅速的攻击下 悟空恐怕早已支撑不住 这边的大神关则满脸震惊 作为龙族后裔的纳美克人 想要使用奇迹之力 还需要龙珠作为媒介 悟空居然可以和曾经的龙族一样 随意使用奇迹之力 他感觉悟空太可怕了 如果利用他成长下去 就让他都无法想象 他会到达什么境界 就在贝吉塔即将起于悟空最后一集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让他们都住手 听到这声音 贝吉塔当即停手 悟空吃惊地望去 来人竟然是布马 当初贝吉塔在拳王神殿修炼时 就安排布马去了剑王神殿 布马通过老剑王神的水晶 看到他们的战斗 特地拜托杰里特送他来的 布马直接怒给贝吉塔 为什么要对悟空下这么重的手 还想杀了他 贝吉塔反问布马 忘记卡卡罗特毁灭地球 杀了所有人吗 现在的卡卡罗特 已经不是布马所熟悉的悟空了 他还放弃了塞亚人的尊严 加入恶魔以众 布马继续说 如果悟空还生气 他就让贝吉塔站在那不许动 随便悟空打 人打没了 算他的 随其 他命令贝吉塔站在那不许动 虽然心有不甘 但贝吉塔也只能照做 悟空往为了看着贝吉塔 一记上锅拳将贝吉塔打黑 然后把贝吉塔对他的伤害 全部还了回去 贝吉塔不愧是震撼损 整个过程愣着梅海一声 只不过悟空一顿输出猛如虎 一看伤害2.5 贝吉塔受了他的一号连招 竟然没受什么伤 原来 贝吉塔现在的肉身 跟布罗利一样拥有霸体 同等力量下 很难对他造成伤害 悟空看着贝吉塔臭屁的样子 忍不住想再揍他一顿 但被布马拉了下来 他表示 已经给了悟空一次机会了 是他自己不忠用 不能怪别人 现在 还要说说悟空的问题了 悟空既然能为了地球 牺牲自己的生命 就应该明白当时贝吉塔的心情 那种情况下 贝吉塔无论做哪种选择 都是错的 他最终只不过是理智战胜的情感 如果当初贝吉塔把事情告诉悟空 布马觉得 悟空一定会自愿进入时光屋 不会连累地球和伙伴 现在悟空这个样子 就是在耍小孩子脾气 如果他实在不解气 布马现在就去请求 纳美克神龙复活地球 让悟空再灭一次 让悟空再次亲手 把克林 归线人 天津犯他们 一个个再送走 布马滔滔不绝地说着 悟空则陷入了沉默 这时 大神观战地出来 他指出 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破坏神而起 但悟空也负有不可推荐的责任 布马还想为悟空开脱 大神观当即打断布马 他指出 悟空体内现在有两种人格 一善一恶 善良的悟空有原则 有底线 当初 他封至高神门的命令 前能打听萨拉玛的沉睡之地 应该就是被他的善良人格影响 所以处处对他们留守 但悟空的邪恶人格 过于自私和任性 这对整个全王宇宙 都是一个潜在威胁 出于全局考虑 他们可以不追究悟空的责任 但是悟空也不能留在全王宇宙 布马还想说些什么 悟空却直接接受了大神观的提议 毕竟 所有的破坏神都给他图露干净了 而且 在尼娜和亚伦的陪伴下 悟空本身的杀戮之心 已经淡化了许多 布马的敲打也让悟空彻底清醒 他这次 确实给宇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 在离开之前 他必须做最后一件事 悟空发动其意志力 恢复了地球和曾经的伙伴 不过 现在他有了尼娜和亚伦 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奇迹和误犯他们 做完这一切 悟空同时发动空间之力和奇迹之力 他想去一个 既不属于全王宇宙 也不属于恶魔宇宙的地方 随着空间通道的打开 悟空逃也不回地进入异次元空间 看着消失的悟空 布马一脸落寞 以后还能再见到悟空吗 悟空穿过次元 到达另一个地方 只是悟空很诧意 为什么 他又被传送到了全王宫殿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他感受到强烈的战斗波动 是贝吉特和大神官的气息 只是自己答应过大神官 要离开全王宇宙 无论不节外生枝 悟空当即隐蔽身形和气息 朝着战斗地点飞去 悟空走近一看 却发现贝吉特正在疯狂地释放气息 大神官一击飞踢 就让贝吉特口吐鲜血 随后 大神官更是释放出自己的天使之意 将全神力量催直颈锋 准备释放最强一击 悟空看到这一幕 顿时愣在原地 自己还在这里 这个贝吉特是怎么出现的呢 一翻四手之后 悟空才想 也许是因为自己那个愿望 导致自己进入了平行世界 悟空默默地离开战场 使用奇迹之力 想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悟空看到 力量大会结束之后 17号想要许愿恢复被删除的宇宙 却遭到大神官的阻止 删除失败的宇宙是神的决定 更是为了多元宇宙更好的发展 大神官不允许凡人肆意更改神的决定 这个世界的悟空准备上前理论 大神官直接动手 拳王出生阻止大神官 也遭到大神官的囚禁 随后 大神官各自利用神力 禁锢出所有的神明 他准备清除凡人 就在被封面的瞬间 先王神将波塔拉尔环 扔给了悟空和贝吉塔 他们顺势合体成贝吉特 准备教大神官怎么做神 随着贝吉他的气息全开 整个无知界都被他的气息所振动 大神官也不由地称赞贝吉他的力量 但这更让他坚定了 也就消除凡人的决心 三恩这个种族成长太快了 他们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 没有上线 更重要的是 贝吉塔和宋宫这两个人 根本没有把他们这些神放在眼里 如果他们的力量一旦超越神 那么还有谁能去制衡他们呢 想着这些 大神官法随心动 两个星球顿时出现在他身后 贝吉特也被大神官 这霸道无比的神力所震惊 随着大神官一声怒吼 两个星球静止打下贝吉特 贝吉特使用大爆炸龟派气功 硬刚大神官的攻击 大神官没想到 贝吉塔能轻松挡下他这招 但他依旧没把贝吉特放在眼里 贝吉特接下来的攻击 被大神官尽数躲过 并瞅准机会 一发气功波 打得贝吉特哀嚎不耻 大神官亲密地看着贝吉特 想要乘胜追击 却被贝吉特单手挡下 并回用他一击饱含愤怒的终极龙闪 弄不可遏的大神官展开天使之意 他的力量也在此刻追着领风 准备一招解决贝吉特 贝吉特被大神官的力量直接吓尿 一招过后 贝吉特被打残重新分开 贝吉特战败之后 维斯和比鲁斯强行攻击大神官的攻击 一阵金光闪过 比鲁斯和维斯成功融合成维鲁斯 他疯狂地爆发气息 整个宇宙都为之震动 大神官面部扭曲地看着他 维鲁斯静止冲向大神官 一击上弓拳打在大神官脸上 然后闪现到大神官身后 一击飞梯送他去吃土 紧接着 维鲁斯不断地发射光波 看着好大儿下手毫不留情 大神官彻底怒了 但是维鲁斯还没完 一颗索豪金专属的超大光球 呼啸而来 大神官只用左手去轻松拦下这一击 但整个星球迁禁崩溃 最后 大神官在爆炸的瞬间 闪现到维鲁斯面前 恐怖的气息在他身上释放出来 比之前对付被测时更加狂暴 大神官准备认真了 而此时穿越过来的悟空 已经默默观察很久了 现在的大神官和维鲁斯的战斗 在他眼里如同小孩打架一般 不过 他并不着急出手 这处神明内战 还要好好欣赏一番 大神官和维鲁斯两个人在渡乎 全权到肉互不相让 大神官长着凝聚气弹 金色的光芒也在维鲁斯头顶聚集 顿时 两颗硕大无比的能量弹碰撞在一起 巨大的冲击 让宇宙都在震动 无数的攻击链纹在周围浮现 眼见他们的战斗 极渐威胁到宇宙存亡 拳王也不再伪装 小手一点就破开大神官的封禁 原来之前 拳王是故意装作被大神官封禁 他只是想多看一场精彩的打斗 拳王破开封印之后 并用护卫前去帮助维鲁斯 不为不讲武德 直接闪现到大神官后面 偷袭正在与维鲁斯对部的大神官 双重力量的攻击下 大神官身受重伤 两个拳王出现在他面前 他们脸色阴沉 责怪大神官跨界了 他们神应该保持中立 只要大神官能够真心悔过 他们可以让他继续做大神官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大神们咆哮起来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拳王的统治 如果任由撒人他们胡闹下去 以后就没有人类尖尾神 害怕神了 自从拳王的父亲 把拳王托付给他之后 他一直尽心尽力 都是为了让拳王家族的统治 能够延续下去 他不明白 为什么拳王不理解他的苦心 还要帮助人类来对付他 最后 他更是斥责维鲁斯吃地爬外 竟然也帮助人类对付自己的父亲 眼前大神官执迷不悟 两个拳王举取小手 消除了他 见到好戏已经结束 主时空悟空想现身问问拳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宇宙明显不是他熟悉的宇宙 这个拳王也不是他所认识的拳王 而且这里已经有一个孙悟空了 他想解开这个谜团 正在主时空悟空准备现身的时候 大神官却又复活了 而且他的气息比之前更加强盛 主时空悟空感知到 这时 大神官已经超越了拳王 就算两个拳王联手使用消除 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了 那么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神官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大呢 分手撞撞 下期更精彩